德国国会消息人士6日告诉发新社 经过多年辩论 柏林将首次获得武器化无人机 这个欧盟大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改变过去的政策路线 正在采取行动加强其防御能力 德国军队先前只能使用 未配备武器的无人机进行侦查任务 俄乌战争爆发后 德国现任总理肖兹宣布扩大军构 武装无人机又重回军购清单 亚美尼亚总理帕欣扬办公室表示 亚美尼亚和亚赛拜然4月6日 同意针对解决两国接壤处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 也就是纳卡区领土问题的紧张局势举行和谈 双方同意在4月底前成立双边委员会 来划定联合边界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也出席这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 勇于替西藏、新疆等议题发生的 美国直栏NBA球星坎特 将在NGO组织主办的 第14届日内瓦人权民主峰会 后班2022年勇气奖 他告诉发新社 中共正观察全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 他说各国因加强制成莫斯科 以嚇阻北京犯台 台湾不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曾著由《忍者》哈特利 《怪物王子》等作品的知名漫画家 藤子伯尔雄A 传出在家中离世 享受88岁 他过去与创作《独拉爱梦》的 藤子F伯尔雄 曾长期共用笔名 藤子伯尔雄 但之后因创作风格不同拆伙 新唐两台电视整理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